這個沒有加會怎麼樣 就卡在這一行 所以執行 OK 我剛剛綜合了一下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輸入 輸入一個17歲 Enter 有沒有 它就出現這個 有沒有 這個 然後 你一定要頂在前面 所以我們那時候照樣就這樣打 對啊 叫我揮 我說這樣打 而且我單手打 OK 你看我一隻手拿麥克風 你看 OK 是不是 你看我一隻手在寫程式 另外一隻手要拿麥克風 OK 所以其實單隻手就夠了 是不是 你考試你 所以我如果兩手一直打 不得了 五分鐘就交卷了 OK 所以其實說真的 主要是正確就好了 OK 這個一定要加冒號 OK 那這一行我們主意來看 就是這個地方 錯其實不是冒號錯 是它會跟你講TypeA 因為這個沒轉型 所以剛剛同學 第一個會遇到的狀況 這個加INT就好了 有沒有 這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是哪邊呢 再來就是說 可能都沒錯 但也許少加這個 對 也就是說你一個敘述碗 一定要一個冒號 有沒有 這個後面都有冒號 也不能少喔 OK 這個加一個冒號 OK 另外還有一個同學說 這邊一定 因為其實我們Enter 它就會自動幫我縮排 所以如果你是循序打下來 應該不會錯 除非說你是跳著鞋嗎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怎麼會前面 比如說變成這樣 這樣可不可以 比如說你想說這樣三個好了 看看可不可以 馬上就卡住了 卡在哪裡呢 卡在 未成年可以 這居然可以耶 不過各位講喔 這邊一定最好是用TAB 用TAB 如果不是TAB的話 請各位注意按個TAB 按TAB鍵 但是理論上按空白好像會出錯 可是為什麼沒出錯呢 那表示說它應該這個地方OK 可以耶 兩個空白可以 打三個 不過我跟各位講不用試了 你就記得就是TAB就對了 你不要記錯的 反正那個我都不記 所以我為什麼 因為那個方法我不會去這樣做 我就記對的就好了 我也不會刻意去記錯的 沒意思嘛 好 所以特別注意結構 那這個縮排呢 特別注意是程式的一部分 你如果不縮排 或沒有空格 他就一定會錯 這樣應該就不對 有沒有 馬上錯了 他就跟你講說有沒有 他這邊 就這樣 他跟你講說你這個地方有錯 OK 就是縮排錯誤 縮排錯誤 這個縮排錯誤 有沒有 他這個你少一個block 他的block 他的block少一個 所以你就怎樣 把他TAB過來就OK了 那他不會馬上消失 所以這個紅色的錯誤 你可能要等個五秒鐘 他可能檢查的話沒那麼快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 其他有什麼錯誤 好像OK的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寫法 就是這個Edge 除了這種寫法之外 這個End這個的話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更精簡 不過看個人習慣 我是不習慣用那種寫法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放在中間 這個拿掉 就是這樣 就是他小於等於這個End 有沒有就這樣寫 就是意思就是把它包在中間就對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就是這個Edge 他是大於等於18 而且小於等於30 這個寫法也OK 只是說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前者 不習慣後者 因為這種寫法雖然精簡 但是總會覺得好像有看到End 感覺會比較口語化一些些 不過這個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所以我講過程式的寫法 恐怕有10種20種 每個人寫完都不一樣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寫這樣 所以如果像我的習慣 是我即便拿別人的程式來 我可以改成自己習慣的寫法 否則我一看就覺得不舒服 這個我就看不舒服 我就很喜歡把它改回來 改成這樣子 改成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有安全感 OK 這個沒有什麼道理 反正你看習慣就好了 OK 另外的話當然你也可以加一些註解 在那個VBA裡面是加一個單引號 可是這邊是加什麼 加緊字號開頭 比如說這邊是輸入資料 你可以這邊加一個輸入 OK 然後這邊的話就邏輯判斷 加一個緊字號 然後這邊加一個判斷 這樣就OK了 它也是灰色的字 它意思就是不會被執行的意思 就是所謂的那個什麼註解 OK 這個我想跟VBA到 VBA只是說改成單引號 OK應該沒問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再試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改成另外一套一個邏輯 就成績好了 按右鍵 你再new一個新的module module名稱呢 我也許叫P04底線成績 那這個成績是這樣 如果輸入什麼 如果今天是輸入那個什麼 80分以上的話 那就是A 70分到80分是B 60分到70分是C 不及格就D好了 比如說我輸入55分 應該是D 那如果我輸入今天是85分的話 Enter A 邏輯我想這應該蠻簡單的 只是跟剛剛的寫法 稍微把它改一下 那所以A input 假設A的值 input給他 如果A大於80 那就A L if 如果是在這個70跟80之間 那就是B 60跟70之間就C 剩下來就D OK應該沒問題吧 那如果這一題 我是覺得 最好你就重打過一遍 因為說真的 剛剛我一直以為 那應該沒問題 就沒想到 哇還是很多問題 所以自己重打過 就會知道細節 盡量就是怎麼樣 不要 就這樣重來 OK 雖然沒起行 但是如果你可以 從頭打到尾都正確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那未來當然證照考試就考慮是這樣 就是給你一個題目 請你幫我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年齡判斷寫寫看 然後再來就是成績判斷寫寫看 那答案雲端上也有 那這個成績判斷寫完之後 我們待會要來看一下 要再更困難一點 再更複雜一點點的 就是BMI的計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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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